近期網路或是好友LINE的群組上 又開始流傳紅燈右轉要加罰到5400元 闖紅燈的罰款也調高將近兩倍 甚至超速從6000元起跳 每超速一公里還會加100元等不實訊息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隊回應 這些訊息在107年就已經散發 警政署也公開澄清說明內容是假訊息 請民眾不要緊張 也不要再轉傳了 最近的話 市內的網路訊息的話 每個段時間的話 都會在網路上留言 網傳的部分的話 我們在這邊提醒市民朋友 如果你有在交通上的一些法律上的問題 可以到我們的好處B 或是我們的派遣所來洽詢 是不是最近有一個新的交通罰款的部分 來提高的部分 這個是我們警察同仁的話 非常樂意來替市民朋友解答 民眾的那個問題 也因為網路上的訊息 真真假假讓社會大眾搞不清楚 但是接下來的這則消息則是真的 有鑑於110年1到4月的交通造勢統計 以無罩駕駛1925件最多 交通部也在日前預告修法 要將目前無罩駕駛的罰還 6000元到1萬2000元 提高到6000元到2萬4000元 並且增定一致保管無罩駕駛車輛的條款 那針對無罩駕駛罰還提高的部分 我們知道的話 就是交通部有在域尼要修改罰款的處罰規定 把它罰款拉到2萬4000 那個新台幣的這個部分 這個是交通部有在域尼要修改法律的部分 目前的交通處罰的規定的話 大概是6000元到1萬2000元的罰款 無罩駕駛將提高罰還 雖然尚未執行 但是來源確實是真的 請駕駛人為了自身安全 還是拷取合格的駕照後再上道路吧 記者李佳龍採訪報導